今天的家政课要制作苹果派 课程结束后 老师多促大家器具必须洗净擦干 否则潮湿的环境很容易滋生细菌 我从来没见过细菌 细菌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我只知道它们非常的微小 所以肉眼是看不见的 难怪大家平常都没有见过了 咦?那是不是用显微镜就能看见咯? 我想使用生物实验室的显微镜 说不定就能看到吧 那大家一起去找生物老师问问看吧 老师,我们想知道细菌长什么样子 生物实验室的显微镜能让我们观察细菌吗? 你们等一下,我这里有收藏样本可以让你们看看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就是细菌在显微镜下的样子哦 哇,即使用显微镜观察 它们看起来也都好小哦 一般细胞的平均大小是数十到上百微米 在光学显微镜下就能清楚观察 而细菌的平均大小只有几微米而已 所以即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 也很难看清楚细菌的样子 老师,细菌好像没有像口腔皮膜细胞那样的细胞核耶 薰味放大倍数不够吗? 其实,细菌本来就没有细胞核 细菌属于原核生物界 它们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生物 在有细胞核的生物之前就出现咯 有细胞核的生物叫做真核生物 在它们之前出现没有细胞核的生物 就称为原核生物 我们之前学过 遗传物质是位在细胞核里面 既然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 那它们有遗传物质吗? 原核生物也是有遗传物质的 遗传物质是控制生物遗传最重要的部分 只是原核生物比较原始 它的遗传物质没有核膜包起来 除了细胞膜以外 原核生物的细胞质内没有任何具有膜的构造 所以像是粒线体、液绿体等等的构造 原核生物都是没有的哦 介绍完原核生物的基本构造 来验收一下你们知道了多少吧 关于原核生物 关于原核生物 以下何者正确 A. 原核生物的大小通常用MM表示 B.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细菌 C. 原核生物的遗传物质没有被膜包裹 D. 用显微镜可以看到原核生物的细胞核 答案为C. 听说细菌会让人生病 这是真的吗? 能让人类生病的生物有很多种类 细菌只是其中一类会导致人类生病的病原菌 刚刚给大家看的就是会导致肺炎的肺炎链球菌哦 细菌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球状的吗? 没错 细菌的命名跟它的形状和排列方式都是有关的 肺炎链球菌就是指一种会导致肺炎、球形排成链状的细菌 我记得电视常常会有一些保健产品 说它们含有益生菌 是不是真的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呢? 有啊 我们把这样的细菌叫做益生菌 大家喝得养乐多 油落乳就含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乳酸感菌 具有改善肠道环境的作用哦 也就是细菌对人类而言 不是会导致人类生病 就是对人类有益处了 在自然环境中有的细菌还能分解物质 像是植物的碎屑或动物的尸体 细菌可以让这些原本存在于生物体内的营养物质 重新进入其他生物体内被利用哦 这样的感觉就好像自然界会进行资源回收再利用一样呢 没错 大自然的物质确实是一直在循环利用的哦 老师 这些细菌都需要靠外界来提供生存所需的养分 那有没有能像植物一样自行制造养分的细菌呢 还真的有这样的细菌啊 这群特殊的细菌含有叶绿素 多呈现蓝绿色 所以叫做蓝绿菌 像是念球藻和螺旋藻 它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哦 原来有叶绿素就可以形光合作用了啊 是因为细菌还没有出现具有膜的叶绿体 所以只能使用叶绿素形光合作用吗 没错哦 蓝绿菌应该不常见吧 生活中好像没听过这一类生物 过年餐桌上常看到的法菜和羽莱菇 其实就是蓝绿菌啊 真的假的 原来它们就是蓝绿菌 没错 想不到吧 今天学了这么多细菌的知识 大家知道了多少呢 不然我来考考大家好了 蓝绿菌拥有以下何种构造 A.细胞核 B.遗传物质 C.叶绿体 D.粒线体 正确答案 B 1.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的细胞构造比较 原核生物的出现时间比真核生物更早 真核生物有细胞核 原核生物没有 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都有遗传物质和细胞膜 真核生物有粒线体 叶绿体等具有膜的构造 原核生物则没有 2.原核生物可以分为细菌与蓝绿菌两大类 3.细菌 3.细菌依据功能可以分为 A.会致病的病原菌 B.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益生菌 C.具有分解物质功能的细菌 4.蓝绿菌具有叶绿素 是可以形光合作用的细菌 放学回家后 狐狸猫打开冰箱 拿出一瓶优落乳 狐狸猫一边喝着优落乳 一边想着 如果没有乳酸菌的话 就做不出好喝的优落乳了 同学们 想想看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细菌的话 还会有什么影响呢 小小狸猫 烟素姐 亚辛ちない 柠枝 我 它 生